面对欧佩克减产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进一步释放出1500万桶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家底还有多少 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前两天我们说欧佩克的减产决定 对于美国而言是迎头痛击 为什么 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了 今天影响民主党选情最大的因素 就是美国国内的惊天通货膨胀 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站出来讲话了 他说民主党的好朋友们 你们别去天天指责前总统特朗普了 没有用 你们要关心美国的经济 对于美国普通老百姓而言 票投给谁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 你能不能把经济搞好 全球都是这个道理 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们当然最关心自己的生活 在过去一整年的时间 由于拜登总统的无限量化宽松 使得美国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而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油价 因为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三亿老百姓有两亿辆汽车 几乎每一个家庭 每天都要使用到汽车 所以油价的上涨 对美国普通老百姓而言 影响是最为重大的 然而就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 欧佩克家国家突然宣布 每天要减产200万桶石油 这个重磅炸弹使得国际油价硬生上涨 也使得美国总统犹如在背后被人刺了一刀 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 美国政府高层一直不断的游说欧佩克家国家 说希望他们增产来平抑全球油价 然而这下好了 人家不但不增产 还给你来个减产 甚至日期选的也非常棒 从11月1日开始 据传美国高层曾经要求沙特说你减产也行 但你能不能拖一个月 你拖到12月1号 没想到连这点薄面人家沙特都不给 那么怎么办 美国如何应对呢 拜登只好使用他的老招式 什么呢 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说11月份开始 再释放1500万桶 然而背水车薪 大家想想 欧佩克家国家那会说了 从11月1号开始 一天减产200万桶 美国这边释放出1500万桶 也就刚够人家减产一个礼拜的作用而已 没办法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美国自己家底也不够厚了 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 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之后 美国意识到了石油对国家经济的重大作用 所以从1975年开始 美国就开始建立了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 总储备量大概是7亿桶石油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页岩油根本成功 美国在能源问题上自给自足了 美国不单可以保证本国使用还可以大量出口了 按道理讲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战略石油储备似乎意不大了 但是不是这样的 一方面美国页岩油开采出来的大量都是轻质原油 而美国大量的炼化工厂它是适合炼重置原油的 所以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一方面美国每年大量的进口石油 另一方面美国每年还大量的出口石油 而另一方面美国发现如果建立了大量的战略石油储备 不单可以防止在关键时刻被人家卡脖子 被人家石油紧运 而且还有一个平易物价的好作用 这颇有点像我国的猪肉储备 就在最近这几天发该委表示说 上个礼拜我国肉价涨得过快 所以我们进一步放开猪肉储备 当猪肉市场价格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大量养猪的农民有破产的风险 怎么办 国家花钱大量收储 把猪肉放到冷库中去 转过年来可能猪肉价格飙升上来了 就像现在这样 于是国家把战略口碑拿出来 平价投放市场 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平易掉猪价 使得养猪的农民和普通消费者 都不会遭受到过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实际上还赚钱 你想你收储的时候猪价特别低 而你放储的时候猪价特别高 所以这真是一个三营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要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在今年年初当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拜登马上宣布说为了平易掉美国国内的油价 释放出超过1.8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 这可绝对是一个大数字 以至于这半年以来不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今天储备已经有点见底了 已经不到4亿桶了 这已经是历史以来的新低了 有人说4亿桶还少吗 为什么不再多拿出来一些呀 但是大家想想确实杯水车薪 人家那边一天减产200万桶 10天2000万桶 100天就是2亿桶 三个月的时间就能把你现存的战略石油储备再刮去一半 而且美国要维持它的全球霸权 它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啊 不光是经济上的 还有政治上的 还有军事上的 你现在拜登上台不到两年时间 已经把战略石油储备折腾的要开一半了 你再折腾下去就有风险了 其实拜登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啊 前些日子国际石油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已经低到80美元一桶78美元一桶 已经比俄国开战支出还要低了 那个时候拜登马上站出来说 如果时机允许的话 他将要求拿出大把的钱购买石油 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给恢复上 然而很显然 事情没有像拜登希望的那样 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 反而由于欧佩克加国家的减产 油价又蹭的上去了 然而美国政府不能什么都不做呀 所以只能毛毛雨一般的说 再释放出1500万桶的战略石油储备 但很显然 这一点石油对于平易油价是几乎没有作用的 没办法 未来世界经济确实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一方面秋冬季节的到来将加大对能源的需求 另一方面俄乌战场还在继续打 美国还在拱火 美国还在不断的给乌克兰更多的武器 美国还希望通过俄乌战争给俄罗斯放血 所以油价未来的持续上涨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么美国政府就要面临一个两难了 到底是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让未来的美国石油安全变得风险更大 还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石油价格继续上涨 然后美国老百姓进一步的叫苦连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車资料 火车 火带 火车 火车